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神秘之失 因为他们参加公开赛的次数非常的少 所以说资料相对较少 而相对朝鲜队而言中国都要经常的参加比赛 所以他们有更多的机会去研究中国队打法 但是相信在小组赛交手之后 今天的中国队一定是做了很充足的准备 朝鲜队的特点呢 就是打法非常的凶悍 发力很好 而且他们打球非常的有这种拼劲 不错 凡人都上来发球有了一个变化 这个球是偷了一个几长 这样呢也是让咸友诚 没有办法肯定地站在竞争台去拧拉 今天在武汉武环体育中心现场 来了很多军队的拉拉队 所以让我们真的是感觉到了这种主场作战的气势 二十四 三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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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漂亮 我们看咸友诚的球还是非常有实力的 而且他也不畏惧和凡战东打的这种强强对抗 发球直接从长球打起 四十五 三十五 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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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世界拼弹 翘楚之位的中国队 所以他们更是把姿态摆得比较低 摆在一个冲击的位置 手盘开场阶段就是一次精彩的队拉 团体赛的比赛呢 手盘比赛其实非常的不好打 所以今天这个重任也落在了樊振东的头上 一定要打好头阵 拿下手盘之后呢 对后面两位出场的队友 心态来说就很有帮助 今天一开场现场的氛围直接推向了高潮 开局双方打成六平 这个阶段对方搏杀的比较凶狠 所以对于樊振东来说前三板一定要加强控制 一定要提防对方这样凶狠的上手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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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抓住了一个半出台直接抢抽得分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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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的团体赛呢是采取四位四零杯的方式 也就是说五盘三胜 每一盘都是五局三胜的单打 发球直接得分 发球直接得分 这个阶段 邪友诚接发球直接拧拉的比较多 所以樊振东也是配合了两个集场 来牵制对方站在镜台这种拧拉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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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朝鲜选手的爆发力非常足 这个阶段贤友诚博得也很凶 一有机会就像这样侧身来抢拉 加油 朝鲜队的特点呢 男运动员普遍也是爆发力好 正手比较好 所以其实今天樊振东还是要围绕着 贤友诚的这个左半台 围绕他的反手未来突破 第一局上来双方打得很胶着 8比8 这两个发球很关键 发 8 9 2 1 1 2 2 1 1 2 1 2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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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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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3 2 2 2 3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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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 2 1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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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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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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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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2 2 3 2 我们听到在局间休息的时候 王涛一直在跟樊正东说 心要定一点 要兴奋一点 其实第一盘 对樊正东来说还是肩负着 打头阵比较大的压力 所以这个时候更是 考验他心态的时候 虽然在八一队当中 他并不是最年长的这个 但是他是作为世界冠军 也是中国男兵的核心主力 今天晚上他一定是肩负更多的责任 漂亮 其实樊正东就是要对自己的实力 要充分自信 因为他完全是能跟对方 打这种强强对抗的球 过来 过来 二二 0 可惜了 这个球是一个机会 2 1 好发球 这个球是发了一个半出台 1 1 现在反正东也是在试图从前三板当中 去控制贤有成的上手 还是在控制 点摆三板 第四板批出去 这球其实战术和思路是没有问题的 连续摆短之后突然的批长 这时候韩正东应该坚定自己的战术 第一板拧起来质量不够 被对方强势的反拉 今天场上的两个人进入比赛状态都很快 第二局一上来依旧很胶着 3比3 2 3 2 3 4 5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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 5 5 7 5 7 6 6 还是揭发轮次 这个球没有摆住 我们从开局看到 现在贤友诚的这个台内调打非常好 而且是非常具有这种杀伤力和突然性 漂亮 还是要在这种 互相摆短当中寻求机会自己主动上手 你旋转 这球其实贤友诚在上一个轮次的接发球当中 是拧到樊正东的正手 樊正东将会等在那里反拉 所以这个球呢 他是想变化拧直线 但是这样的拧直线其实难度比较大 还是逆选拳发到正短 漂亮 这一个发球轮次 樊正东拿住了 机会 其实贤友诚在拉这种低空的半抽台时候质量并不高 这个时候给了樊正东下一板这种反拉或者是反手弹击的机会 这个时候发球也有变化 这个变化干扰到了樊正东 7比7 这时候樊正东的两个发球权至关重要 争取抓住这个发球权扩大比分 其实今天两个人的对抗真的是棋逢对手 因为都是属于这种实力型的打法打大路球打这种发力的球 所以我们欣赏到的完全是一种暴力美学的乒乓哲学 这分反正都稍微有些保守 其实第一个球就可以上手了 今天的比赛还是心里有一些压力 来到八平 接发球其实这个时候可以多一些变化 摆短和批长相配合 杏友诚还是站在右半台发球 这球还是接发球接的不好 现在贤友诚正手位勾这个樊正东的正手短 这个发球轮现在反正都没有办法破解 这样八平之后连丢两分 来到八比十 两个人其实现在打的都是同一个套路 就是发到对方的正手短 对方拧起来之后马上衔接反拉的这一板 就是看谁的反拉能够率先的上手 今天两个人真的是棋逢对手 球路非常的相似 风格也很类似 九比十 还是发正短 接发球突然有了个变化 直接进入了一场 拧拧了一个直线得分 这样反正东在八比十落后的情况下 连班三分 将比分反超 还是发正短 漂亮 这个球是算住了 等的就是这一板反拉 这样虽然这一局一度遭遇了一些困难 凡志东还是在关键时刻连拿四分 这样上方在前两局当中是战成一比一 还有我们的战局 大家团队是不是非常激动呢 好的 现在看到我们的游小问题 我们武汉的名声是什么呢 A 游层 B 游层 嘉诚 好的 恭喜您回答正常 远到我们明光球运 有会为您提供的光光赛事纪念品 恭喜您 同时呢 也再次提醒各位 可能多个朋友们 在生活远方城市的后幸福 当时 虽然我们也非常适合一年 我们在国际球运达 以资料理 稍微调一点角度 反拉的时候不要最大力量 我们的连续 还得下 我们看局间休息的时候 王涛的这个指导 主要还是跟凡震东在讲变化 反拉的时候不用发那么大力 因为对方其实可以借着凡震东的力 很好的合力 再次的反拉 对凡震东来讲 其实可以多一些变化 轻调一个 或者塞一个很好的落点 这是考验凡震东今天在场上的这种 临场的应变 双方的前两局打成1比1 正如我们赛前所讲 今天的这一场比赛 面对神秘支持朝鲜 一定不好打 在两天前的小组赛当中呢 中国队是以三个3比2 后时两个多小时 打满了全部15局比赛 最终才拿下了小组赛的胜利 四目线在这个阶段 贤友诚的接发球 面对凡震东的逆旋转 没有前两局 接得那么好 漂亮 我们看这个球是快批到贤友诚正手大角度 他掉起来之后马上反了 今天对于贤友诚来说 完全是抱着一个 拼着凡震东打的心态 所以今天他打得很释放 一 加油 嗯 发到中路 这个阶段其实贤友诚的揭发 他也会有状态的起伏 没有开局的时候打得那么的坚定了 第三局一上来 已经吃了樊振东两个发球 三 四 三 四 还是这个揭发出手有一些犹豫 三 二 三 四 三 三 我 对我当中反正都拿下这一分 我们看其实是正手拉到贤友诚的中路 而这一把拉出了机会 两个人对拉的时候还是要注意落点的变换 漂亮漂亮 其实这个球就是王涛指导刚刚在局间讲的 要有这种节奏上的轻重变化 轻一板重一板 线路也可以长短配合 因为如果按照一个节奏板板发力的话 对于贤友诚来说他也是很适应这个节奏的 再次形成对拉 这球樊正东真的是依靠自己强大的身体能力 以及这种柔韧性 在其实脚下没有到位的情况下 依靠这种身体将球反拉回去 这是一个战机 现在四平之后连得三分 看看樊正东能不能抓住 这一局明显樊正东有了更多的变化 我们看刚刚这一球 他也不像今天一开局那么发力了 比较中等力量的挡回去 其实贤友诚反而对这样的力量不适应 8比4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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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球凡震东虽然是拉了个高调 但是球蹭的很转 先有成反拉没有成功 这样凡震东拿到局点 四平之后连得六分 六分 五分 六分 五分 十五分 哇擦边 但这球应该是擦了一个外边 这样10比6 这球要是上台了 就是个好球 是一个穿越 其实没有问题 凡人东现在想尝试一些 力量上和节奏上的调节 被对方连追3分 我们刚才凡人东还是很有经验 这个时候把比赛节奏放慢了一点 这样11比7 凡人东拿下关键的第三局 目前大比分2比1领先 朋友们大家好 刚刚经历了非常紧张的时候 随便这位客户放送我们的心脏跳起来吧 那么今天呢 我们的游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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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上一届的军预备 是在哪一个国家 出发的呢 A 韩国 B 日本 C 美国 韩国 韩国 非常正确 恭喜你 答案对了 我们的问题 得到平方球技能的绘组 我们的观众开始 今天一位 恭喜你 自己发球学买 发球技能 恭喜你 我们的观众来 在球赵远 刚刚才期后 你还能拥卖 你还能拥卖一样 拥卖一样 你一拥卖后球会掉 他也十分上去 另外一边 对象他轻的时候 又要变成正式 你知道吗 他他拒绝你 千万不要再给他 过去做的反扰 他给自己的人可以抽你 记住要抽这个正式 还是加持话 是吧 对 我们听 在局间休息 王涛指导主要讲的 这两个战术 一个是在拧的时候 不用拧的那么正 那么前冲 因为这个球 对于对方来说 是很容易适应 而且很舒服的一个球 所以拧的时候 尽量的要拧侧一点 拧转一点 那么另外就是 两个人在反手相持 当对方质量降低 举的时候 这个球要变 就一定要胸变正手 而不是再给他反手 因为现在对手 他有一板侧身的进攻 还是很猛的 其实打到第四局 也是双方这次比赛的 第二次交手 反正都现在也有一些心得 好球 还是这个球回到反手之后 质量降低了一些 这一板 给了对手机会侧身 就是正手形成对了 先又成的正手 真的是可圈可点 机会 我们看这个球当中 凡人东的反手相持 就开始有变化 中间轻了两板 放慢了节奏 最后一下子 是把球这样凶摁出去 这球被对方算到了 已经等住了直接调打 先又成想偷一个发球 拱一个几场 发球十五 三 二 三 三 放 加油 加油 放 加油 放 加油 占永成回摆了一个半出台 这个球范哲冬在抢拉的时候出现失误 第四局上来现在占永成是5比2领先 这个开局范哲冬没有抓住 漂亮漂亮 就是要在先给对方正手的情况下 再压回反手 其实最终还是要从占永成的这个左半台来突破 追回一分 再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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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摆 migrate 再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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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gro 一旋转再得一分 这样凡人东在第四局开局不利的情况下 2比5连续追分 现在双方打到6平 其实我们细看中国队和国外选手的比赛 双方一般在6平之前都是一个军事的状态 但是在6平之后呢 中国队的选手往往更善于抓住场上的变化 以及抓住对方的漏洞 在6平之后就一路扩大比分 这个时候朝鲜队这边也是叫了暂停 这次的世界军队运动会呢 中国队在乒乓球项目上 一共是派出了四龙四凤 那么四龙呢就是指樊振东领衔 周宇周凯还有徐晨浩 四凤呢则是老江牧子领衔 另外还有刘希 陈可和孙明阳 南团项目也是乒乓球项目当中 第一个产生金牌的项目 今天下午早先时候 韩国队是3比0击败了沙特阿拉伯 获得了本届军运会乒乓球男子团体的铜牌 好 暂停回来 我们一起来看比赛 哇 漂亮 这个球虽然还是女正手啊 但是角度非常大 还是有点吃这个侧上啊 这个球揭发质量比较低 在发球轮次呢 现在樊晨冬有了更多的设计啊 打一些更简单的套路 打一些发球抢弓 8比7 8比7 优势关键分 机会 全台队拉 这一分樊晨冬是跟对方啊 连拉了9板 最后赢下了这一球 这也是一个士气分 但这一分当中我们也可以看出 贤友诚啊 他的这种爆发力真的很好 尤其是在反守卫 他能够退到中远台 和樊晨冬进行这种弧轩球的对拉 我们要知道用反守拉 这种中远台的弧轩球是很难的 这个时候场外的王涛教练也叫了暂停 确实是打到第四局的关键分 反正东还领先一分 一定要抓住这个战机 所以他要上去 并且上去 并且上去 如果过来 然后画了 že 希望要想好发展 还是围绕着双方的相持 在布置基站树 一直告诉韩震东 要稍微站得近一些 因为站得太远了 有的时候这种拔的过程当中 发不出来权力 另外就是在发球端 需要有更多的设计 把球打得更简单一点 确实贤友诚 是一位非常有实力的朝鲜运动员 朝鲜队也是一直被大家 称作神秘之师 这个时候贤友诚上来的发球 也有了变化 9平之后的两个发球 尤为关键 考验樊占东 把握关键分的能力 拿到第一盘的盘点 这样随着对方的调打 把失误在双方的手盘当中 反战动时3比1 战胜了鞋扭成 拿下了今晚男团决赛的第一分 好 我们也稍时休息 稍后为大家带来双方的第二盘比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奈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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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